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图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君马力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2月7号礼拜二 台股今天上涨16点 所以9554点 量能算是还不错 938亿 虽然今天的量能比过去的量能 990几亿来的缩小一点点 但是毕竟而言 目前的量能都有维系在900亿以上 这是一个好事情 只要有量它就有价 因为只要有量至少 它代表人气是聚集的 这是跟投票人去做分享 我个人操作股票过程中 我觉得成交量比成交价来的重要 只要有量就代表这个人气 它是载的 只要人气载 只要它到后来有一个 主流类股脱颖而出 例如说不管是股王也好 或者鸿海或者台积电也好 或者你说国泰金 富邦金 只要人气载 到时候如果一个主流类股 它能够脱颖而出 台股它就能够拉出一波大行情 所以我个人操作股票过程中 我觉得成交量 它比成交价来的重要一点点 好 那各位亲爱的 今天礼拜二台股又持续的创新高 温水煮青蛙来到9555.2 那过高 创新高它一定是多头 多头才会创新高 因为不管你放空哪个价格 基本上你都是赔钱的 那我还是过去那一段话 创高的过程中 不管它有没有出现任何败笔 这个败笔包含所谓的量价背离败笔 还是所谓的指标顿化 指标背离 指标过热 只要创新高 它就是多头 这希望投票你去留意 而是我们在操作过程中 必须只是去区分区别 它是强势高空的多头 还是它是一个中性 多头偏向盘整盘的多头而已 那从过去节目当中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这个盘它比较偏向多头 然后偏向做盘整盘的多头 那今天虽然它创新高 我还是这样子讲法 为什么 因为昨天礼拜一 昨天礼拜一带股 带领台股网上创新高的族群个股 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老师 忘记了 我不晓投票你有沒有发现 有时候你做股票 24小时 上个礼拜流行什么体材 上个礼拜流行什么样的个股 强势股 可能经过一个礼 经过一两天之后 你事实上已经都忘记 强势股是什么 我不晓得没有 我这样子 那并不是因为你健忘症了 而是 股票它太多的资讯了 你要尝试学会去以往 我知道有些人做股票 他会把什么台积电现在多少钱 红海现在多少钱 然后什么个股现在多少钱 倒背的无留 你问我说真的 我不晓得现在台积电多少钱 我也不晓得现在红海多少钱 当然大概价格知道 但你说他今天收盘价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会去背 你说今天富邦金收盘价多少 我也不知道 老师 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啊 大概价格知道 你说我当然每天看股票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说今天收盘价多少 9,554点 我大概知道9,500左右 但是你说 我会不会知道今天成价量多少 938亿 今天上涨几点呢 说真的我不会背 无聊 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动作 你干嘛去背那个事情 你应该让你的脑力 你应该让你的精力 你应该让你的时间 用在什么 什么股票会涨啊 你要去分析啊 分析什么会涨 而不去死背那些冰冷的数字啊 那些冰冷的数字 对你超多股票不会赚钱啊 我不想认不认同啊 但是我一直是这样觉得 好 昨天强势股是红家军 红海集团 昨天的强势股族群是红海集团啊 我不晓得各位头股 你今天我们去看 红海集团的表现是如何 事实上今天红海 红家军红海表现的结果 事实上是还要 并没有特别强 那强势股来讲的话 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大多头 大多头他就会 涨一天涨两天 涨三天 涨四天 涨五天 那一直涨上去 那个叫做大多头 强势主流股 他会一直嘎横上去 那个叫做大多头 如果今天 强势个股 他只能涨一两天就休息了 涨一两天就休息了 那是什么 那就盘整盘嘛 你调一下 盘整盘是什么 涨到箱形整理的顶端 箱顶 他就会拉回啊 跌到箱形底部 底部区 他就会反弹嘛 所以 涨四股票 他基本上 他已经告诉我们 如果他今天涨一两天 他就稍微拉回做修正 涨一两天 他就拉回做修正 他就告诉你 他是一个盘整盘的特性嘛 所以 我拉了一圈是要告诉大家 我认为台股 他还是一个盘整盘的特性嘛 只是他中性 多头偏向盘整盘嘛 好 那我想跟投票去聊一个话题 近期比较 市场蛮多人在操作 讨论的 就是新台币 目前热钱涌进来 新台币 拱起来 主管机关规定 证券分析师 不得在节目 预测新台币 未来的走势是如何 未来的价位是如何 所以我不会在节目区 跟你预测 新台币未来的走势是如何 好 我今天只是想 就我自己操作股票经验 有时候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啊 热钱有进来 新台币会升值 那新台币升值 可能电子业会有出口导向 会有贿对损失 或者 新台币如果升值来讲的话 对资产股有帮助 那资产股有帮助 或银件类股有帮助 那银件资产股应该会受惠 这是一般市场大多数的 有时候的看法 如果你问我 我的看法 我对资产股 银件类股的看法 还是可以少碰就少碰 老师 机场前线通了 那我真的 如果你问我 我还是告诉大家 资产股 我一直不是我很看好的族群 其实很简单 一个资产 比如说房地产好了 房地产要推高 就是两个因素而已 人口 跟所得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的人口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当年出生率越来越多 你人口越来越多 你对房屋的需求就越来越多 我们都知道 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 倒数前三名的 我们老人化 人口老化的速度 是全世界 可能前三名的 甚至第一名都有可能 也就是说 我们出生率是全世界倒数前三名 你很难想象 那表示 未来人口越来越少 你老人化 人口越来越老 速度越来越快 又是全世界前三名 所以代表我们人口 一定会越来越稀少 那你现在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 现在在对岸中国大陆工作的 几十万一两百万人应该有吧 应该有啦 所以相对而言 就代表我们人口 一定越来越稀少的 那这样子的话 支撑房价人口 这个因素 基本上它已经是 负负值的嘛 它已经是负面表裂的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撑起房价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的薪资所得 有没有提高 那很抱歉 我们薪资所得并没有提高 那这样子的话 支撑房地产 重最大两个因素 就是人口跟经济所得 你说新台币会不会有时候 升值啊 贬值啊 热钱涌进来 热钱跑出去 就那个都来来去去很正常 所以我对于那个所谓去买资产股 或者银件类股 我基本上都不是很认同 你以后节目应该 听很久应该知道 第二个 热钱涌进来会不会造成 这些所谓的电子大厂 它产生一个汇对损失 有可能 那股价会不会受影响 会 可能一两天两三天 但是你不用把它期待的 把它 用显微镜或放大镜 去把它 过于过大解释 看一家公司 基本上你还是在看 这档公司 它有没有竞争力 我举例好了 2498宏达电 宏达电公布 它一月的营收衰退 宏达电的一月的营收衰退 所以当然它的股价做下跌 那当然宏达电股价 现在来到76.9 宏达电为什么 它去年 去年赔多少钱 如果没记错的话 宏达电去年 好像大概是赔 大概是15块18块 赔满多钱的 那宏达电有什么股价 还有70几块80块 因为股票是看到未来 看它的未来的虚拟实境这一块 如果宏达电 它没有虚拟实境这一块 那宏达电当然就不值钱了 你调一下 跟宏达电 它今天有没有所谓的 发表新手机 我个人觉得还好 宏达电如果它在虚拟实境这一块 它没办法赶快做起来 那当然市场 市场对宏达电的解读 就会比较偏向越来越悲观 所以我刚才想到的一件事 要告诉大家 你说什么新台币的热钱永迹效果 我觉得那个都还好 那都只是短期间的而已 那不是你去看待股市 或股票选股逻辑的重要工具 你的选股逻辑的关键是在 这两个股它足底的美 它的产品有没有竞争性 它研发实力强不强 人都会有 我这样讲好了 操作股票或人都是一模一样 人都会有偶尔赛基低潮 那低潮都还好 只要你没有丧失掉你的本质 只要你的研发实力没有太落后 我觉得到后来 基本上基本面都会去反回 都会去反映你的某些的实力 这闹得比较远了 好 所以我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你的选股应该到后来 应该回归到基本面 其他公司它有没有基本面 它有没有营收 它产品有没有竞争力 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有两个东西你需要去留意 好 哪两个 第一个 现在是2月 所以MSCI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 会调高调降台股的全值比重 老师 台股已经很多次被调降了 虽然调降可能只有0.0级 只有百分点 可能左右的资金 可能只有几百万美元 或几千万美元 资金不是很多 但是有说过 那不是资金多跟少的问题 而是在于 我还是那一段话 上海会不会纳入MSCI成分股 如果真的会被纳入 那对台股的影响性 那就很大 那就很深远 所以如果他现在 只是每次都把台股调降 0.00几百分点 那事实上他就是在清除空间 清除到后来 我如果把上海A股 上海中文指数 把它纳进来的时候 那他对整个资金的排挤效应 会比较大一点点 这个真的是 希望主管机关能够去 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当他把台股的全值 比重一直降低降低 他影响到后来 就是台股的成交量 但这已经是 比较深远的东西 第二个你要去留意的 就是在什么 在MWC展 1月份有CES展 2月份有MWC展 好 那各位现在投票 郁金光今天又再度的 没有亮灯跌停了 昨天跌停了 今天没有 今天差一点点了 今天最低点来到 170块 他跌停价格是169 所以 170到169 还有差两档 今天郁金光没有跌停版 那郁金光走进跌停版 我是告诉大家 郁金光本坡的走势 已经告一段落 我没有说叫你去空 我只是说 郁金光强势嘎空的过程 他已经告一段落了 所以 他进入一个大箱形整理 好 我没有买郁金光 我也没有去放空郁金光 我没这厉害 好 那我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当 当郁金光 他现在已经从50块涨到 216块涨4倍 郁金光去年的EPS是负的 是负的 现在市场只是认为 他第四季转亏为盈 那2017年应该有机会赚大钱 因为双镜头会发酵 双镜头从去年的9月开始慢慢发酵 当然本坡最强个股在 346英金光 我是想跟大家讲的 那你现在应该不是在 流域金光吧 你现在应该在 流域的是在 扩增实境这个族群吧 我不想你们去体会 扩增实境这个族群 如果 假设你有在 一军光赚到大钱 如果你有在双镜头赚到大钱 那你现在流域的 应该是在 扩增实境这个议题 好 因为 它的发酵的能力会跟双镜头一模一样 双镜头它应该已经变成一个标准配备了 好 那扩增实境它会不会变成标准配备我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解读 它的普及的速度会比虚拟实境来得好 好 很简单 你看 宏达电 它的 它虚拟实境能够卖几台 老师可能可以卖几百万台 对啊 可能可以卖几百万台 我也希望它能够卖几百万台 但是扩增实境它是跟手机搭配在一起的 手机一卖可能都是那种 什么四千万台起跳 五千万台起跳 六千万台起跳 你像 中国大陆去年 串最快的已经不是 华为的嘛 好像是OPPO嘛 2016年市占率最高好像是OPPO 就是说手机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市占率 它一次卖可能都是几千万台起跳 什么三千万台 四千万台 五千万台 六千万台 七千万台 八千万台 所以扩增实境来讲的话 它的普及速度会比虚拟实境来的快了一点点 所以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已经验证了所谓的双镜头 那扩增实境请您务必做卡位的动作 就是这样子 听过投资想做的人应该知道 我看到扩增实境是哪个南个股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我还是一模一样 好 那绕了一圈 绕了一圈 想回归到我们 从新春看完盘 一直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 今天2月7号了 今天2月7号了 希望你不要等到五穷六绝 气上掉 那时候你才要全面做多 我知道很多人 目前很多散户对于9500点 会有点啪啪的 那是好事情 因为怕怕的所以这个盘 它才是才能够金金长 长不停 如果每个人都很 很热情洋溢 那这个盘它当然就会 怎样 不见长虹铺回头 它就会晾滚料 然后就失控 然后就不见长虹铺回头 就会game over了 反而因为大家 对这个盘会有点 怕怕的 它才能够 闻水煮青蛙 最著名或者本坡最重要的k棒 就是在新春开完盘 2月2号那一根k棒 台股开高走低 收黑k 成交量1300多亿 很多人认为新春开完盘 2月1号那一根k棒 1300多亿 开高走低 收黑k会一日反转 但是各位亲爱的都没有 很不幸的 或者很幸运的 台股它创新高 所以它那根k高走低 收黑k 它并不是一个一日反转 它已经变成一个 换手量的 也就是新春开完盘 那一天 开高走低 卖股票的人 已经被换手成功了 所以 我还想跟大家聊的 这里 如果你要选择观望 也很好 那就慢慢观望 那是你选择的 没有对对跟错 你可以 老师 我就11月观望 12月观望 1月观望 2月观望 3月观望 那也是好事情 因为那是你选择的 你听到的意思吗 你可以慢慢观望 观望到五穷六穷七上吊 然后慢慢形成一个 慢慢头部盘头下来的时候 继续观望 那是 那是一个方式 那没有对跟错 但是请你 务必 不要犯了一个自眠错误 我11月观望 12月观望 1月观望 2月观望 3月观望 4月观望 倒不掉了 跳里面 跳里面 中情 那刚好就追在最高点了 那真的是 欧米豆腐了 当然 如果你最幸运 你可以多空双向操作 你每一波转折 你都看得懂 那当然 你要什么时候进场 都没关系嘛 老师 我可以做多啊 我也可以做空啊 我多空 你用我双向操作啊 我大盘转折很强啊 我多空双向 来去自如啊 如果你有那个功夫 当然 给你掌声鼓励 那是最完美 最完美的嘛 所以我绕了一圈 是想跟大家去聊 想操作 就赶快操作 不要等到一直观望 观望 9500了 9600了 我还是那句话 涨时重支撑 不看压力 你不要预设立场 台国会涨到多少 那是错误的 涨时重支撑 本波最重要的 就是2月2号 1300多亿 那一个已经被 换手量 换手成功了 就这样子而已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近期我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 最佳起场点 超多股票 感谢头 感谢买 老给别人吃了 那个不是你的 既然不是你的 你就不需要去强求 你不需要买在最低点 你也不用去追在最高点 你吃最好吃的那一段就好了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 叫做主身攻击波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主身段 那我要把它称之为 最佳起场点 好好把握 最佳起场点 个股布局的时间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图骨林铜像 小朋友大概剩下四分钟 我们简单 二要复习上半段的内容 最佳起场点 顾名 它就是在主身段 那我们在节目中 一直在从2017年之后 我们一起给你强调这个概念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目前最佳起场点 有几两个股 像2449的金元店 今年创新高 2316的南子店 还有没有 还有1815的南桥 富桥 对不起 更正 富桥 1815的富桥 还有没有 2402的一家 一家今年创新高 然后像9907统一时 或者是像3167的大量 这个都是属于底部息形成的一个状态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说 操作过程中 我希望你能够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所谓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就是 我不用去猜测 或去用 去判断 它是V型底 W底 那都不是我的重点 重点是它在行程底部过程中 它能够突破 颈线之后 带量突破之后 为什么要带量突破 带量突破代表人去积极 代表它整个买气进来了 代表它在行径间产生患肘 代表它在行径间有买气进来 所以只要它今天不管是 逐出V型底 W底 三重底 圆湖底 它在上涨过程中 5日均线 10日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它呈现黄金加差的时候 买气自然就会形成一个 助长的效用 所以 我们在昨天告诉大家的 2449的金元店 今天突破创新高 2316的男子店 今天并没有创新高 然后 1815的富桥 今天创新高 2402的一家 今天创新高 9907的统一时 或者3167的大量 透过底部行程 然后均线黄金加差过程中 你可以去感受到均线助长的作用 这是我近期想跟同朋友去做分享的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你能够给自己复杂东西简单化 也就是说在操作过程中 你不需要买最低 就像前阵子的浩顶 现在有人跟你讲了吗 没有了 没有人跟你讲浩顶了 那就像 3406一金光 底下来每个人都说要卖掉了 你不需要去买最强 也不需要去买最弱 就摸顶 你都不需要 甘借头甘借买 打给别人家 你要去头去尾就可以了 就这样就好了 你不需要去留意 前几天 245408颗跌下来 跌到203的时候 外资把目标去看到多少 有人说看到一字头100多 结果 怎么今天218块 你不需要去摸底 你不需要去猜测 你不需要去做摸底的动作 你不需要去证明 你的武功是最厉害的 你进股市的目的 不是为了证明你的武功最厉害的吗 各位亲爱的 你进股市的目的是为什么 你进股市的目的只有两个字而已 为了赚钱 你进股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不管是 老师我看能不能投资理财 然后一年多个30%40% 让生活品质好一点 我能不能进股市能不能多赚一些钱 寒暑假 带小朋友出国玩 我能不能进股市赚一些钱 然后减轻减轻一些房贷 或者换一台比较好的车子 你进股市的目的就是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所以你不需要买最低 你也不需要去买突破创新高的强势股 你只要买突破底部区 带量滚量上去之后 形成个量滚量 最好操作的主身段就可以的 因为它是最安全的 因为它最安全 而且它又有量 所以你可以买几张 你可以买5张 10张 20张 30张 50张 因为它有量 又好进出 因为有量好进出 所以你就能够把资金大部位的比较放大 我看有些投资老师在买的成交量 可能不到100张200张 之前的GPS三雄 有没有印象 所以你不需要去买那些个股 你可以让自己轻松一点点 而该如何让自己轻松一点点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了 买最佳洗脏点的个股 让自己买量滚量 均线翻扬助长 那是最好操作的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目前有个月活动 希望你好好 希望你跟着我们买在最佳起掌点 不要等到五穷六绝器上吊的时候 才进去最高 给自己一次机会 一致买在最佳起掌点的机会 就祝福你 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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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